Agrove 是我們解除二十年來 基隆閣的開發的管制 今天我特別到基隆來宣布定案的好消息 經費從80億提高到425億 但是中央負擔七成七 我去說服了交通部 然後跟交通部去提到 如果基隆捷運可以整合 民生系指線的東段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的一個效益 跟它的一個醞釀 跟它的一個功能 再把它進一步提升 由中央來主辦 海港捷運作為首都圈 國際重要的一條連結的通道 重不重要? 當然就重要了 透過基隆捷運的一個建設 其實整個大台北都會 東側的產業朗誕 將會進一步往基隆來做移動 這個時候我們基隆得到的是什麼 就不是一條捷運而已 也不只是交通而已 更重要的其實是產業跟就業 最後就是基隆的稅收 所謂的TOD發展的一個策略 我跟蔡委員一提 他馬上就知道我在講什麼 所以在立法院 或者是在行政院的會議上面 委員就能夠幫基隆多講一些話 不論是求職者或者投資者 都對這個新的產業有信心 這樣的都市變更案才會成功 那就是我們俗稱的 TOD交通目標島上基隆 那我覺得這是這個基隆捷運的案子 最了不起的地方 室內運動的這個場所 社區的活動的中心 甚至包括拖嬰的場所 年輕人輕創的空間 旁邊還可以規劃 社區生活的商業服務空間 然後社會住宅 基隆捷運可以進一步 解決內湖的塞車的問題 內科南港細紫跟基隆這一代的體力 是原來的倡儲區 有機會透過基隆捷運 變更成所謂的工商科技郎貸 產業區的過程當中 會讓科技園區的業者公司 好好透過這個產業郎貸 把它重新移到這個地區 那這個也是我跟市長談到的 東台北共同生活圈 基隆捷運就不只是基隆捷運而已 串通到內科 還可以接上北環 還可以接上文湖縣 所以它變成一舉數得 讓我們基隆人 台北人 細紫的夢想 基隆捷運 以及西東捷運的整個 整個整合起來路線 能夠順利完成 不是靠著嘴巴去爭取經費的 是靠著拿著一本一本的 規劃跟計畫書 去跟中央很清楚講說 我們要整體這樣子來做 整體規劃 然後重點突破 然後依照騎乘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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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排定 然後去完成它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個禮拜的關心事證 做回來 我是蔡曉君 基隆近年來變得很不一樣 而且話許多不可能為可能 也讓基隆之美 基隆的魅力推向國際 而影響基隆要繼續發展 還有產業進駐的一項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我們的交通 因此在今天的節目當中 要帶大家來關心 就是我們的基隆捷運 很榮幸今天要為您邀請到 有精準眼光 而且執行力超強的基隆市長 林隆昌 林市長 主持人好 還有所有市民朋友大家好 市長好 還有一位重量級的來賓 就是得到很多第一的 我們的蔡立委 蔡世英 主持人好 市長好 各位基隆市民大家好 我是立法委員蔡世英 我也好 前一陣子呢 就是我們跟市長還有立委 我們在聊這個基隆捷運 我記得市長是報了厚厚的一疊 規劃書進來 就是什麼規劃案都有 可以看到就是歷年來 基隆市長都很關心 基隆捷運這一件事 但很可惜都只聞樓梯想不見情 但是在今年的2月22號 我們看到我們的行政院長 蘇貞昌來到我們基隆 直接召開記者會說 基隆捷運一定會來425億 而且是中運量的捷運拉到基隆 我們就想要問 為什麼之前都沒有辦法成行 但是就在市長執政的時候成行了 問親愛的市長還有我們的親愛的立委 怎麼把捷運變真了 怎麼讓中央買單了 其實我在節目上面其實也曾經談過 在市議會的總質詢 每一個會期我們所有的議員 大家都很關心這個問題 那為什麼以前沒有辦法談了一二十年以上 然後現在為什麼我在擔任市長的時候可行 其實有一個很關鍵的原因 就是我上任的時候其實把基隆捷運 為什麼不能來的原因 把它理得非常清楚 之前大家一直關心所謂的運量 說實在對我來講一點都不是問題 為什麼 因為其實各位如果去到歐洲 你會發現很多歐洲的城市 它人口只有二十來萬 可是它一樣有捷運的系統 它一樣有輕軌的系統 那比較重要的其實是 我們過去就有人在談捷運的時候 往往是這樣子談 我們在想捷運就把它只是想成是交通的問題 是要把這個基隆的通勤族載到台北去上班 可是我們忘了 其實基隆是整個大台北首都圈的一份子 如果這個你看事情的角度是從基隆看 從基隆找答案 其實你找不出找不出答案 那中央政府就會跟你講說 你基隆不需要捷運 那是從基隆的觀點出發 可是今天如果我們換一個角度 如果今天是從大台北都會 北部區域一千萬人口的角度來思考的話 其實真的想都不用想 一定要來 很簡單這一定要來的 因為在全世界一千萬的一種大的都會 它一定會用捷運的系統 大眾捷運的系統去連接一個國際的空港 去連接國際的海港 所以這是真的是區域發展 或者都市規劃的一個ABC 所以如果今天你換個角度 從台北的角度出發 從大台北都會一千萬人口的需求出發的時候 很理所當然 從台北當然要連接一個國際的空港 用捷運的系統把它連接起來 那為什麼不是用高速公路 不是用鐵路 因為高速公路跟鐵路 其實是一種沉寂交通的概念 所以當你把這個不同的思維跟角度 這個切換了之後 其實答案迎刃而解 所以那個時候我用這樣子的一個論述 去跟包括行政院跟交通部在做溝通的時候 突然之間大家恍然大悟 這個基統捷運並不是為基統人而蓋的而已 而是為了整個大台北首都圈的都會的機能 讓它更強大 而且可以讓整個台北發展飽和的這個壓力 能夠透過大眾捷運系統 把它做一個合理的一個這個配置 另外就是這個基隆河谷郎帶 未來其實是從這個南港以東 最後的發展的處女地 所以當然透過一個捷運的建設 連接這個國際的一個海港 跟這個國際的郵輪母港 當然就可以對大台北都會 產生更大的一個力量跟注意 那基隆的新的城市的角色的功能就出現了 就是站在首都生活圈的高度 讓中央了解到捷運拉到基隆 拉到國際港口的重要性 那麼委員對基隆捷運的參與 以及在中央奮鬥的過程呢 我記得我第一次參與 基隆捷運的相關開會的時候 我記得當時是我還在擔任 王拓立委服務處主任的時候 那時候李建勇擔任基隆市的市長 然後開始在推動基隆捷運的案子 那我印象很深刻 當時在交通部有一次 我代表立委去開會的過程 那時候我還不是立法委員 我記得當時交通部的官員 很明確地告訴我們說 如果你用基隆的角度 去思考這條捷運的話 是不會成功的 他提出兩個重要的理由 第一個就是說 你這個城市本身能夠負擔得起 三四百億的工程款嗎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 你這個城市有辦法靠你自己城市 獨立來養活這套監獄系統嗎 我記得那時候是在2000年 2002前後的時候 老實講我當時聽了蠻不服氣的 我說怎麼可能做不到 但後來你會發現這十幾年來 確實都做不到 一語成成 那一直到市應有機會 跟宥昌市長立委 我們一起合作的時候 其實我們在看待大台北地區 都會區的軌道運輸的過程當中 我覺得那時候市長跟我講過說 市應我們在看這條捷運後 不要跟我們過去的人看法一樣 我們要跳脫基隆在地的觀點 你要把它當成是 用另外一個更高的角度跟思維 來看一件事情 那怎麼看呢 就如同剛才市長講的 今天如果我們把北北基陶 當成一個重要的生活圈的話 那這個人口接近1000萬 請就告訴你 那這1000萬的人口 比起國際的重要的大都會 有什麼特色 我們如果說台灣秩序 北台大都會要成為在國際上 一個重要的節點的話 那你就看看其他幾個 國際重要的都市 比如說我們看到的紐約 東京或者是首爾 或者是我們隔壁的上海或香港 你會發現這些大的都會區 能夠成為國際上的大都會 都是一個重要的節點 叫做國際節點 國際節點 什麼叫國際節點 就是他跟外國人往來的 一個重要的進出口的管道 出入境的管道 通常要嘛就是海港 要嘛就是空港 也就是說他們在這兩個地方 讓他成為大都會 這兩個空港跟海港 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 而這個空港跟海港 接納了外國人 進入這個大都會區之後 都是透過軌道運輸的方式 到達這個大都會的任何角落 你到那個大的都會去 你不會到那邊 你說你坐遊覽車 坐巴士 坐公車 坐計程車 不會 他一定有一條穩定的 捷運的工具 為什麼 因為當你第一次到達 這個大都會的時候 你最信賴的工具就是捷運 同樣道理 北台灣有沒有這個東西 事實上是有的 我們看到現在中央推的 空港捷運是哪裡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機場捷運 空港捷運就代表的 外國人來到北台地區之後 入境之後 走的第一個重要的軌道運輸 而這條捷運 是誰蓋的 不是桃園市政府蓋的 也不是新北市蓋的 也更不是台北市蓋的 他是由中央來主辦 蓋這條捷運 也就是中央用首都生活圈的高度 來蓋這條空港機場捷運 同樣的道理 海港捷運需不需要 也是需要的 這就是市長當時跟我們討論說 我們把視野看到更高了 在這個狀況之下 由中央來主辦海港捷運 作為首都圈 國際重要的一條連結的通道 重不重要 當然就重要了 當他承擔的 承擔的1000萬人的 軌道運輸的需求 以及外國人入境的軌道需求的時候 你會在想說 他服務的人口 只有基隆市的30幾萬人 絕對不是用這樣的角度來思考 也因為這樣 中央最後就核定了這個案子 中央核定這個案子的時候 當時我印象最深刻 剛開始是核定輕軌的版本 可是我們在後續的討論會過程當中 發現說 輕軌在海港捷運 這個過程當中是不足的 尤其是當 基隆輕軌跟汐止民生線 整個整合在一起之後 你會發現說 哇 這樣的運量更高了 所以這才是有後來 交通部長 林佳龍林部長 在交通部邀請了邱昌市長 侯友宜 以及柯文哲幾位市長 大家共同討論說 這條捷運 要成為中運量的捷運 重點是在這個地方 因為他們看到了一個 我剛才除了 北台都會區裡面 所謂的海港捷運的重點 他們看到另外一個更重要的事情 就是說原來那個地方 有一個重要的產業發展的帶 叫做內湖科技園區 內湖科技園區本身 它現在是台灣產值最高的區域 你注意看到所有的大公司 拿出來它的名片 一定要寫它在內科裡面 這是代表它公司的身份象徵 就好像這個門牌第一號一樣 即便很多公司它設立的點 是在竹科 是在中科 南科 桃園 但是你注意看 它的head office 就是它的首都 它的這個主要的核心辦公室 絕對都會設在那個地方 大家趨之落後的往那邊去 所以你會造成發現那個地方 平常或者上下班塞車非常嚴重 所以大家發現了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 說我要不要解決內科的問題 內科的問題要怎麼解決 兩個解方而已 第一個 透過大眾運輸 避免人潮 資人的轎車機車 在進入這個區域場域裡面 所以他們推動了基隆捷運 西東線 環撞線 這幾條捷運把它整合起來 作為疏散的這樣的一個重要的 軌道運輸 第二個 大家都要去 沒有這麼多土地了 怎麼辦 我要開發周遭的土地 那個地方放眼望去 還有哪裡有土地 其實就是內科 南港 汐子 跟基隆這一帶的土地 是原來的常儲區有機會 透過基隆捷運變更成 所謂的工商科技廊貸產業區的過程當中 會讓這一些科技園區的業者 這些公司 透過這個產業廊貸 把它重新移到這個地區 那這個也是我跟市長談到的 東台北共同生活圈 哇 這聽起來東台北共同生活圈 不但解決了交通問題 更能開發土地 那麼擁有更多的發展 可能是否有其他的利多呢 這個議題其實會有這樣的想法 看法 其實我在市議會或者在節目裡 其實我講過很多次 可是很奇怪 其實大家好像聽不太懂 不過還好蔡思應呢 他自己也是念都市計畫的 所以我在談這個事情的概念的時候 思應委員他其實是可以了解我在說什麼 也就是說我們基隆這個捷運呢 不是在思考37萬人的通勤的問題 我們其實在思考的是1000萬的首都圈 的這個都會的機能 所以也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中央在這一次基隆捷運的政策的時候 願意大力來支持 那剛剛思應有提到這個市長會議 市長會議是怎麼來的 去年嘛 對 市長會議就是說那個時候 我去說服了交通部 然後跟交通部去提到 如果基隆捷運可以整合 民生細止線的東段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把這個 它的一個效益跟它的一個醞釀 跟它的一個功能 再把它進一步提升 而且大家還記不記得 這個台北市其實在談 民生細止線的時候 其實台北市那一端是不太想蓋 民生細止線 因為它就只有幾站而已 哪裡都去不了 所以說實在其實是基隆捷運 救了民生細止線的東段 也是因為這樣子才有辦法接到南港 然後接到這個三鐵共構的高鐵站 然後另外從這邊可以接到 我們基隆的這個海港 然後另外就是從東湖 未來再進一步延伸到內科 然後可以接到台北市所規劃的北環 那你從這個角度想的時候 基隆捷運就不只是基隆捷運而已啊 它變成可以串通到內科 然後還可以接上東北環 還可以接上文湖縣 所以它變成一舉數得 所以當然那個時候跟交通部在提這個事情 然後也進一步去說服侯友宜市長 然後跟柯文哲市長 所以市長會議大家一看這個方案一拍即耳 而且覺得效益最高 而且還把輕軌的一個運量的系統 把它提升是重運量的系統 然後三個城市都獲益 所以那個時候大家站在一起 市長會議開了一個很大的記者會 大家都覺得很振奮跟開心 因為解決了一、二十年 所碰到的那個瓶頸的困難 所以說實在啦 捷運的建設不是說大家想像說 把它那個筆拿來 然後圖上畫一條線 那個路線這樣子決定 其實它牽扯的很複雜的 包括區域發展 包括產業 包括交通 那這個四百二十億的一個經費 其實大部分是中央出的 那也是因為說 站在大都會的一個想法 應該要有一個 這個國際港口的捷運 所以中央為什麼願意大力支持 那個道理其實是在這邊 是 大家都很好奇 就是捷運蓋好之後 我們基隆人要付多少錢 中央 輕軌的部分 因為那個時候中央有搭運 所以全部都是由中央來負擔 那時候是八十幾億嗎 對 那時候八十幾億 那後來因為提升為中運料的系統 然後又有包括台北市有兩個地下車站 就是在南港這邊有地下的車站 所以光這個地下車站呢 我印象就是應該是增加了 可能將近上百億 那另外再加上 剛剛在講在這個車站 車站的部分有加了一兩個站 所以它的整體經費會增加 那其實比較多的還是從輕運量的系統 變成是中運量的系統 那我們基隆市的部分 依照這個中央的比例分攤之後 中央負擔百分之這個八十以上 然後我們台北跟新北跟基隆 來做這個依照它的一個路線的長度來做分攤 我們基隆部分大概要負擔 大概是17.7億 17.7億 比過去基隆市如果自己蓋捷運 要負擔500億 你就想說這個差多少 所以17.7億 我們如果把它這個 依照建設的時間把它拉長來講 其實我們是OK 我們基隆市現在是負擔的起 為什麼 因為我這幾年也把基隆市的負債 從124億多 現在降到已經不到68億 所以這個前17.7億 我們現在是負擔的起 那過去動輒要四五百億 我說實在 基隆市是不可能在過去這種經費 我們基隆市是沒有那個能力 自己花四五百億 去蓋所謂的基隆自己的一個捷運 當前的問題不是問題之後 讓這三個城市都受惠的基隆捷運 就可以如願的發展區域產業 同時解決交通問題嗎 要請教市長是不是要把其他的緊箍咒 給拿掉呢 除了這樣子一個翻轉的一個論述之外 其實還有幾個緊箍咒必須要解決 你如果這個問題沒有解決 一樣沒有辦法達到這個最後的結果 一個就是這個我們基隆河谷 因為這個向神納利颱風的時候 被禁建了19年 這個檢窟這我必須拿開 還有第二個就是因為我們基隆市 95%都是山坡地 我們還有一個假山坡地的問題 所以為了這幾個課題 我去行政院不曉得走了多少次 最後慢慢慢慢一條 一一把它化解 那不只是行政院院 我們蘇院長來拍板 這個基隆捷運定案 這是歷史的一大步 其實在之前包括蔡英文總統 來宣布基隆河這個緊箍咒19年解禁 這個都是真正去知道問題 然後解決問題 才能夠真正把基隆捷運把它拉進來 而不是只是用嘴巴講 用嘴巴講的話永遠都不會來 即便你報告書寫了這麼多 還是沒有用 對 我看那個報告書真的跌得非常高 幾乎是半個人高了 就沒想到是各朝代 都有在關注這一件事情 但是我覺得委員 還有我們市長真的很有眼光 就是站在高度點 可以連結我們的全國國際 以及這個平衡首都的東西策發展 這樣才把基隆監獄拉到了這裡 其實這一個監獄的建設 基隆捷運的建設其實不只是一個交通建設 其實它對我們基隆來講 其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產業的建設 我這樣子講 可能會讓大家有更多的一個想法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想一下 這個台北的東側 基本上整個產業的狼彈是飽和的 從南港軟體園區 南港生技園區 然後一直到汐止 那汐止其實是台灣很多的中小企業的隱形冠軍 世界的隱形冠軍 那發展到一個程度其實也飽和 也就是說 其實它還可以 它非常需要包括它的這個營運的總部 它也非常需要去擴大它的經營的這個規模 但是它綁住了 它沒有發展的空間 這個時候透過基隆捷運的一個建設 其實整個的大台北都會東側的產業狼彈 將會進一步往基隆來做移動 這個時候我們基隆得到的是什麼 就不是一條捷運而已 也不只是交通而已 更重要的其實是產業跟就業 然後最後是什麼 最後就是基隆的稅收 我們基隆過去的財政不好 這幾年雖然再減下來了 但我們未來基隆城市發展 需要的就是一個正向的循環 透過公共的建設 帶來經濟 帶來就業 然後帶來產業 最後帶來稅收 然後這就變成一個正向的循環 大家還非常好奇一件事 就是現在基隆捷運到底進度在哪裡 綜合規劃案的收尾嗎 是 現在的進度大概是這樣 第一個 它的環境影響評估的差異分析 在9月份應該可以做完 那另外綜合規劃的部分 原則上應該是在今年底明年初就可以完成 真的很令人期待 因為基隆捷運不只是交通建設 它更是產業建設 有了空間可以發展 請問基隆市政府是否有突破性的規劃呢 這個政策已經拍板 然後現在綜合規劃也完成 接下去就是細設 就是細部的設計 那我們目前正在進行的就是 基隆端的各個廠站 包括北五堵 國際研發新政的這個北五堵站 包括百福 包括六堵 六堵公益區這邊 包括我們的七堵站 包括八堵站 基隆市政府現在正在進行這幾個廠站的 這個廠站的規劃 還有周邊的都市設計 也就是剛剛市議院委員講的 所謂的TOD的這樣子的一個 導向 以交通開發為導向的這樣子的一種發展 那現在我們已經在進行 所謂的都市設計 我們擬定了許多的都市設計的準則 還有包括它的這個廠站 以及包括廠站旁邊的解開區 那這個現在都已經在規劃跟設計當中 那我想跟所有市民朋友大家在分享的是 基隆市這一次的捷運建設 去全台灣第一個 在綜合規劃的這個階段 同步做TOD 這是第一個 這是第一個 以前都是綜合規劃或者甚至蓋完了 蓋完之後營運甚至十幾年 才開始在做TOD 所以基隆捷運其實在整個台灣的軌道建設上 其實有它的歷史意義跟它的指標意義 所以就可以看到基隆捷運十三站 但是我們基隆有五站 可是最特別的是它打破以前硬體先到位的那種概念 現在它軟體設計同步一起 那基隆五站是有備而來 而且戰戰都有規劃 等一下我們要聽市長說 因為在這之前我們知道市長就帶領整個市政團隊 打破了很多不可能 有第一個是一個核心 兩個翅膀 讓這個基隆城市再生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故事跟計畫 不過我覺得我剛剛在講 這個因為我講的話蔡思英聽得懂 很重要 我沒聽懂 對 我講的話蔡思英聽得懂 蔡委員聽得懂 因為我們在談都市計畫 其實要有都市計畫的專業跟概念 所以那個我記得我在念書的時候 老師常常在講這個concept concept 就是概念要先行 你如果概念腦筋轉不過來的話 你那個方向跟策略永遠都不會對 所以這個像剛剛在提到的所謂的TOD的一個 這樣子的一種發展的一個策略 我跟蔡委員一提 他馬上就知道我在講什麼 所以在立法院或者是在這個行政院的會議上面 當然委員就能夠幫基隆多講一些話 多爭取一些對基隆有利的這些條件 所以這個TOD的一些想法 包括場站的一些建設 其實委員也都有他的一個意見跟看法 我覺得對整個基隆捷運的推動 其實有很大的注意 所以我覺得適應也許也可以提一提 因為包括像我們北五篤國際研發新政 它就不只是一個車站 對不對 它除了中間的車站 旁邊就是我們的揭開區 揭開區的外面 就是整個北五篤國際研發新政的新的都市計畫區 它都有產業的政策在裡面 所以我們這一次基隆的捷運是加著是基隆的產業的發展 而不是像過去在談空化的概念 說這個地方要蓋一個什麼什麼科學園區 那個地方要弄一個什麼什麼東西 現在是完完全全已經在進行都市計畫的一個規劃 還有都市設計的準則的擬定 是跟過去是完全不一樣的 不只是空毯而有 而是真的直接進入了都市計畫 就要請教我們的委員 如何與市府攜手做到了TOD交通目標的導向計畫呢 我先補充一下剛才市長提的東西 就是說其實台灣蓋捷運基隆不是第一個 雙北都有蓋相關的捷運 這個捷運的過程當中 我們常常會看到就是中央畫了一條線 或者地方政府把路線畫好之後 就蓋了一個場站 蓋了一個場站之後 然後就開始通車 然後最後才發現旁邊好像沒辦法符合 這個場站周到的開發 再來變更這個場站周到的都市計畫的範圍內 於是乎這個時間就拉得非常長的一段時間 那這個都是過去 我老實講 我覺得這樣的做法是一個比較失敗的做法 就是常常會最後永遠都市計畫 趕不及人口的成長 或者趕不及人口的變遷 然後最後在畫都市計畫的時候 發現沒有辦法把那個地方做得更好 現在要怎麼做 剛才市長提到了 我們用TOD的方式就是整體的基盤設施 一併把它處理 除了廠站的規劃之外 周遭的連開區 周遭劃分的都更區 我們一併都把它處理好 那這樣子的話 旁邊所有的人都會感到 我們是共同的參與者 這個很重要 而不是只是捷運的車站到那邊 那個車站蓋完之後 旁邊覺得說好像跟我沒什麼關聯性 我們現在做的就是讓大家都覺得 我是這樣的一個 城市改造的共同參與者 那共同參與者要怎麼做 當然市政府第一件事 把這些區域劃入聯合開發 或者是劃入所謂的我們的都更的一個區域 這樣非常重要 這個是過去的捷運的開發案裡面 比較沒有被重視到 那我很高興看到我們這次的市政府團隊 有把這個放進去 所以當我們在談這個議題的時候 大家談到這個基隆捷運的整個規劃的時候 有人說那基隆是有部分的負擔款 會不會有什麼壓力 這我看來反正沒有壓力 為什麼 因為這樣的負擔款的過程當中 其實透過剛才我講的這幾個做法 其實你也可以把潛在的利益算出來 這樣一算 基隆捷運反而會為基隆的明天 帶來更好的一個願景 這個就是我們跟過去許多的捷運 在規劃的時候 差異最大的地方 那現階段的狀況是 綜合規劃的內容正在收斂當中 那我們的這個環評的部分 我們請他儘速的送到環保署來審查 那我也會繼續來督促這個案子 那前陣子鐵道局 他們有來講到說這個環評的內容 那大概基本上按照他們目前出規方式 就是目前我們這個沿線的環評 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因為這沿線都是屬於人口過去的開發區 所以我相信未來送到環評審查 應該會蠻快速的 而且應該反對的聲音應該不是太大 也許會大家都同意讓他競速的通過 所以我覺得說這一條捷運 我們看起來是一步接一步非常的順利 至少到目前為止我看起來 他是非常順利的一直 離我們的生活越來越接近 那這裡有個重要的議題 市長或者我們基隆市民其實都很清楚 其實在10年前 基隆市政府就在推動倉儲區變更計畫 10年前就開始推了 但是最後是失敗 為什麼 為什麼失敗 好問題對不對 變更很好啊 就會發現 因為你讓個別的倉儲區業者 變更的過程當中出現一個問題 這個地方可能有三個倉儲區業者 一個變更 兩個沒變 他變完之後周遭的環境還是沒有改變 旁邊都沒有住人 你就算變更成住宅區 變更成商業區 沒辦法達到經濟帶動的效果 可是這一次我們透過 基隆捷運的方案 是整體的都市計畫變更 然後於是他把整體變更完之後 你的左邊 你的右邊 大家整體的都市計畫 改變的狀況之下 企業投資人會對這個地方有信心 同樣的道理 因為過去那都不是住宅區 未來要求職的人 也可以透過基隆捷運 進入這樣的一個辦公的場域 他也會願意來啊 也就是說不論是求職者 或者投資者 都對這個新的場域有信心 這樣的都市變更案才會成功 那就是我們促成的 TOD交通目標導向計畫 那我覺得這是這個基隆捷運的案子 最了不起的地方 聽起來在基隆的五站捷運站 都有雛形囉 我們就要先請市長跟我們分享 北無賭站的規劃 在北無賭國進發新鎮 這個地方未來就是整個 這個大台北東側產業移動的 這個最重要聚集的一個點 所以剛剛施應委員在提到 這個捷運的車站 車站旁邊會有揭開區 揭開區其實就是核心區 核心區它可能就是主要的 包括我們很多的智慧的這些產業 或者是腦力密集的產業 那在更外圍的部分 就可以有很多了 大家把它想像 就是像這個比較進步的這些 這個廠房 或者是新的這種就業的這種形態 這個大概就是我們 北無賭國際研發新鎮 現在規劃的一個方向 整個基隆河谷郎貸 其實是不只是 我們剛剛在講的 北無賭國際研發新鎮 其實在這個百福社區 百福社區未來也是一個 非常重要的站 那百福社區有包括我們的監禮站 還有包括我們的公賣局 旁邊是我們百福公園 百福站的這個捷運場站 其實就剛好在這個地方 所以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這個對未來百福的 整個生活環境的一個提升 還有包括新的這個公共設施的提供 大家那個百福社區 大家很欠停車場啊對不對 停車場 那到時候這個商場 其實就可以跟我們的捷運的車站共購 然後可以旁邊的山坡地過去很難開發 可是未來透過捷運站大的平台的銜接 未來甚至可以有包括這個地區的服務型的產業 還有甚至包括社會住宅 還有甚至是提供這個大家在那個七度最希望的那個 我市營委員也一直在主張的 那個運動中心 市內的運動中心 到時候就可以透過這個捷運的場站 一併來提供 所以你要不要講一講 其實那個運動中心的概念 跟捷運站的結合 這就可以擴大服務的範圍啊 這是一個蠻好的概念 我覺得 就剛才市長講的你們一個 第一個當然是北無獨研發新市政的車站 那個地方當然就是未來科技產業廊帶的重要的車站 它未來會對整個倉儲區的轉型開發跟再利用 扮演重要的角色 第二個當然我覺得最讓人家引以期待的 就是百福車站帶重的周邊開發的情形 那未來這個名稱也許就叫百福公園站也不一定 但那個地方主要是因為旁邊有個百福公園 其實腹地非常大 但是我覺得可以有更好的利用 那為什麼現在的利用率不高 那大家有不同的看法 那很大的原因是因為大家不見得會去那個地方 可是當你未來成為捷運車站的時候 那很抱歉所有的人都要去那邊 為什麼 不論你上車站下車站都要經過百福公園站 所以它當然就會成為大家人流主要的一個車站 那這個情況之下 周遭的綠地我們就可以做有效的利用 那金融市民一直希望說有一個很好的國民眾中心 我們現在在人海區蓋了一個 但它規模比較小 為什麼因為當時的腹底不夠 如果我們在這個地方 透過這樣新的一個連開的方式 或者蓋成一個運動中心的方式的話 我相信它服務的範圍 就不是我們以前想到說 我把運動中心蓋在這裡 可能就只有百福社區的居民過來也不會 因為它成為捷運沿線的重要 一個運動中心的節點的時候 大家住捷運就過去那邊運動 就很方便 那旁邊又面對的基隆河的景觀 這個都是一個非常好的事情 那那個地方因為腹地很大 所以也一併的來處理 來解決百福周遭地區停車位不足的問題 每一次我跟市長到達百福社區的時候 問他們地方最希望的一件事情 他們都說要停車場 問第二件事還是要停車場 那透過這樣的方式 捷運的一個興建過程當中 因為它有一個高低差的關係 我們把它整合起來 包括我們的交通旅運的服務設施的提高 或者是我剛剛提的運動設施 公共空間的置入 這個東西對於那個地方 都會有很大的改變 尤其是那邊有兩個國有地 一個就是台灣英九公司的土地 一個是建立站的土地 帶到這兩塊的土地範圍都非常大 我們也藉著這一次的 百福車站的規劃過程當中 把這兩個單位移到其他的地點 那這邊這兩個單位 也配合整個捷運的一個開發 那這樣子的話 整體的景觀跟整體的效益 就是比過去翻了好幾倍 那這就是重點囉 如果按照過去捷運的規劃 是不會討論到這個事情的 它頂多就是把車站放在 百福公園 然後呢 然後就沒了 等到後面人再想說 這邊看起來好像可以蓋個公共空間 看起來旁邊那個 監禮站跟台灣英九公司 是不是把他移走 再來慢慢的協調 那兩個單位就說 我已經享受到 百福車站的利益了 你為什麼把我趕走 所以就會造成 後續的政策推動非常的困難 可是現在不一樣 我們在這個時間點 市長有特別跟我講 為我們特別來跟這個 英九公司 還有跟這個監禮站 來做後續的輕易的討論 那一併放下去之後 再對於市政府來講 後續的規劃 就把它綁在一起來做 這樣子大家看到這個 百福車站 就會感覺到完全不一樣 這也是為什麼我對於 百福的公園這個車站 非常的寄予很高的 期待的原因是因為 你想想看 台灣北捷 或者大台北地區的捷運站 哪一個捷運有這麼高的視野 在做這樣的規劃沒有 都只是想到蓋一個小小的車站 然後旁邊呢 旁邊就沒有了 這就是我們跟別的地方 視野最不同的地方 所以包括北無堵研發新市政站 跟百福站 鋼鐵這兩個車站 都有這樣共同的特點 真的就是要先規劃 先整合 包含了土地的整合 土地的運用 北無堵站就是國際研發新政 還有這個海洋科技的驅動區 百福站就是淋裡再生 最大的景觀公園 還有嗎 剛剛市民委員在提到 百福的這一個站 其實大家可以有更多的一個想像 大家如果看到我們現在的 這個都市設計的這個準則 跟都市設計圖 其實那個樣子都已經出來了 也就是在百福站的這個捷運站 因為我們的捷運 我們的機動捷運是採取高架 原則上都是沿著我們既有的 這一個道路來建制 那到了百福站這個地方 他會他的這個車站會比較偏 靠這個高速公路的這個山坡這一邊 然後現在的監禮站跟這個公賣局的倉庫 其實基本上都已經同意要來參與整個捷運的一個聯合開發 好 那剛剛提到我們藉由這個機會 我們有更多的公共設施可以在這個地方把它完成 這些公共設施簡單來講都是過去借用的人想要 希望有 但是做不到 為什麼做不到 因為沒有地 也找不到地方 然後交通也不方便 問題很多 可是藉由這個捷運的建設 他就可以有機會來提供 包括剛剛在講 這個新的國民運動中心 新的室內運動的這個場所 包括 李明大家希望的社區的活動的中心 甚至包括拖嬰的場所 甚至包括清創的空間 年輕人清創的空間 甚至包括旁邊還可以規劃 這個社區生活的商業的服務空間 然後 剛剛在講到社會助展 可以提供這個我們基隆未來在辦理公辦都更的時候 所需要的這個中繼宅的這個空間 所以我一直在談基隆捷運 大家不要把它想成只是交通 只是通勤 要再去台北上班 其實完全不是這種東西 而是藉由基隆捷運的建設 你想想看 每一個場站的周邊 它可以帶來多大生活水準的一個提升 它可以帶來多大的一個改變 所以剛剛在講到兩個車站 大家就可以想像說 跟過去大家很單純的 車站 那個對於捷運的車站的一個想法 其實是已經完全天壤之別 我們還在想一個課題 就是基隆這個地方 基隆河谷 郎貸 還有包括整個基隆捷運的一個建設 未來這個郎貸的人口 它一定會成長 有成長 剛剛有講就是說 這個拖鷹拖幼的需求 我們搭配著捷運場站的時候 把它一起規劃進去 所以我一直有一個夢想 我也跟市映在提 這個郎貸 我們現在還沒有討論說 應該在什麼點比較好 但是我覺得應該是要在這個地方 未來應該要規劃一座兒童的圖書館 這幾個地方 我們其實這樣規劃出來 有很多的公共空間 可以自放的區域 以前是完全連想都不敢講 因為找不到地點 大家還可以再繼續想 我們剛才提的這幾個地方 透過都是更新的手段 很多公有地可以釋放出來 參與我們整個的開發 過程當中 我們其實也可以思考 要把哪一些的公共服務設施放進去 那其實市長那天在特別跟我說 兒童圖書館 就是說我們以兒童為國家為主人 我們以他們為主題 做一個圖書館 其實在外部縣市已經有了 但是我們希望打造一個 純粹的一個更好的兒童圖書館 那也許就是未來基隆捷運當中 一個很重要的亮點公共建築 兒童圖書館 國民運動中心 基隆捷運站的亮點公共建設 給人無限想像 再來呢 這個我覺得未來會後發現制 因為越挽蓋的 越挽蓋的會越好 然後而且如果真的能夠成就 一座兒童圖書館的話 它服務的可能就不只是基隆的市民 包括剛剛在講基隆河谷郎帶 搞不好連戲子人都跑過來 這個我們基隆的兒童圖書館 對啊因為這個小朋友 這個家長一定是最 最最最最最注重的 所以如果基隆未來有這樣子的一個 主題式圖書館 很棒的這個 這個兒童圖書館的話 我覺得一定是這個台北東側 最棒的一個點 一個亮點 對這個絕對可以吸引無數的家長 對 甚至搞不好因為這樣子就搬來基隆 搬來了 真的太棒了 這樣聽完之後就覺得 基隆好有希望 其實大家再看下一站 下一站 六堵工業區 說實在現在的六堵工業區 其實交通並不是很方便 我記得這個蔡委員 市應委員之前在當議員的時候 其實也有提到 這個公車的系統怎麼拉到這個 六堵工業區裡面 一直很困難 對一直很困難啊 它有包括運量的問題 有包括這一個道路系統的問題 所以很難去解決這個 那我們的六堵工業區 又是當初在這個 上個世紀80年代 70年代的時候 這個所謂的出口替代 那個年代 第一個最早的工業區 但是它的一個環境腹地 都太狹小 交通也不是那麼方便 可是透過我們在這個地方 設的一站叫做六堵工業區站 透過這個六堵工業區站 我們就可以讓這個地方的工業區 重新得到不一樣發展的機會 現在以前可能就是 只有一般的一個廠房 可是透過這個捷運的 大量的交通的 這個運送的這個能量 那就可以讓它 比如說它的立體化 包括它的這個廠房的這個容積 我們就可以透過 剛剛在講的TOD 都市設計的這個準則的擬定 策略性的給它 更多的發展的空間 那為什麼過去做不到呢 因為很簡單 你交通負荷不了 你如果只有馬路 哇 那你在這個地方 弄了很多的這個發展權在這個地方 發展的容積在這個地方 那車子一大堆來 摩托車一大堆來 每天早上就是塞保 那在剛剛在講 在都市發展的策略上呢 地區的發展必須要考慮到 交通的一個負荷量 那當今天一個 中運量的捷運系統進來了 這些問題就被解決了 所以這個地方 六堵工業區站 其實未來也有非常多發展的一個想像 特別是 蔡委員有特別提到 工業區的立體化 市政府現在在做 但是未來這個地方 就有更多的發展的這種空間 跟新的產業引入的一個機會 我來補充市長所講的內容 就是 台灣目前面臨的五缺 其中一個叫做工業區 土地不足的問題 所以行政院經濟部 也在推動所謂的工業區立體化 就是給你更多的容積 希望你往上蓋 好 那這個構想很不錯 所以在台 我們基隆的工業區 包括六堵工業區 包括大陸工業區 都在推動 好 我們就來看六堵工業區 出了一個什麼狀況 路就是這樣子 六堵工業區旁邊幾乎沒什麼民宅 所以所有的人 就是從外面的人來到這邊上班 那現階段怎麼做 現階段要嘛你開車 要嘛騎機車 所以如果是上下班時間 就塞在那邊 所以對於雇主來講 他就會想說 我的員工這樣騎機車 每天來我也會有風險 雇主 員工會不會不小心受傷 或幹嘛 所以他的投資意願 可能就沒有那麼高 可是你今天透過一個 基隆捷運設戰之後 對雇主來講 或者對上班的員工來講 他有一個穩定的 運輸的軌道工具 他很安心 老闆也會覺得說 我在這邊 即便我把工業區立地 蓋起來 我也不擔心找不到員工 為什麼 因為透過這條捷運過程當中 有人會坐捷運過來上班 所以對於雇主 對於求職者來講 這個地方設戰 都是非常關鍵的 還有一個重要的事情 你要知道 業者跟業者 科技園區跟科技園區 其實也是彼此互相聯絡 所有的工業區 不會自絕於外面 所以未來 我們可以想像到 六堵工業區 北五堵研發新市政 汐止的兩個科技車站 內科 南科 這幾個車站 未來彼此間的 企業互相的往來 就透過什麼 透過基隆捷運 這是完全沒有辦法想像的事情 沒有一條捷運的路網上面 有這麼多的科技產業狼帶 所以我們都開玩笑說 這條叫基隆捷運 你也可以叫科技捷運 為什麼 因為台灣未來 最重要的產業狼帶 都在這條捷運上面 而且這時候已經是 準備要推動成 科技產業狼帶的 工業區的地方 那這個跟其他的工業區 比起來 這個就是我們最大的一個優勢 所以六堵工業區的 場站設在這個地方 對於當地的業者來講 以及對當地工作人來講 都是一個非常好的利多的消息 六堵未來 藉由捷運的建設 成為科技狼帶之心 期待可以引進更多的產業進駐 基隆的兩大工業區 一個叫大五輪工業區 一個叫六堵工業區 基隆這兩大工業區 其實已經飽和 找不到地 因為台昌回流 還有我們這幾年擴廠 所以現在工業區沒有閒置土地 滿了 而且工業區的土地 現在也越變越貴 所以市政府在推動 所謂的工業區立體化 不管是在六堵還是大五輪 其實很多廠商做了 這幾年做了很多新的投資 那可是它飽和了怎麼辦呢 往上蓋 它飽和怎麼辦呢 好你要往上蓋 你要往上蓋的話 你必須剛剛在講 這個土地的一個問題 交通的問題 你必須要先行 那第二個更重要 我覺得很多我們基隆的企業界跟我講 他說 這個要找人才 要顧人 不好顧 為什麼不好顧 因為人才 人往高處爬 那很多年輕人 如果今天你是在竹科上班 還是你在內科上班 或者是你在六堵工業區上班 薪水一樣 你會去選哪裡 你一定會選竹科 你可能會選內科 因為它是一個好像是品牌的象徵 一個進步的象徵 好像去那邊就有點鍍金的那種感覺 我們六堵工業區就是早期的工業區 就比較沒有那麼高的這種知名度 可是透過捷運的建設 透過這個剛剛在講交通的一個連結 然後你給它新的這個發展的這個機會 跟策略配合場站周邊的一個開發 這個時候就不太一樣 這個時候就往這個工業區就會稍微鍍金 那這個其實對我們企業界在雇佣人才 或者是這個招募人才的時候 甚至是招募它的員工 其實都會很有幫助 這個其實對於六堵工業區這個地方 我相信未來它不是載大家去上班而已 它是反而會帶動我們企業者 我們的業主在這個地方更有信心 然後它可能在這個地方 會有更多的一個投資 會有更多的投資 有更多投資的時候 當然它就會發展起來 會帶動就業 這個也是硬體發展完成之後 產業就會進駐 帶動就業機會與經濟發展 我們如果在大台北都會區 你注意看到公司招聘的時候 大概雇主都不用太擔心 員工上班的交通問題 因為都有捷運嘛 跑來跑去 可是老實講 我們在基隆 我們遇到企業主在增財的時候 他們常常告訴我跟市長說 員工閒交通不方便 真的我們聽到這件事 我們聽到怎麼要騎機車開車 不是所有人都騎機車跟開車 可是如果未來有透過 穩定的捷運大眾運輸工具的話 對他們來講 業者在求財的時候 不會有任何的問題 這個人才不論是在基隆 或者大台北都會區的任何一個地方 都可以透過基隆捷運 這就是它最重要的 在這個地方 它彰顯的價值就在這裡 過去人家都講說基隆愛下雨 尤其冬天又濕又冷 騎摩托車真的很辛苦 然後還要去找摩托車停車位 然後還要脫雨衣 有沒有 這個騎摩托車上車的時候穿雨衣 下車的時候停了 找不到停車位 然後停了之後還要脫雨衣 搞不好會領到雨 這個對女生來講就有點很辛苦 很麻煩 然後要戴安全帽 戴安全帽頭髮會亂 那可是你今天這個基隆捷運 這個建置起來之後 基本上都不會有這些問題 你從台北就可以接上來 你通通不會領到雨 你也不需要戴安全帽 所以從基隆端過去也是一樣 這個就是我剛剛跟市盈委員在講 為什麼捷運建設對基隆的產業 跟就業會有幫助 對招募人才 招募人才也會有幫助 所以它當然也會對企業的發展有幫助 所以這個環環節節 有很多的因素加在一起 所以我一直在重複說 就不要那麼單純的去把基隆捷運 我們下一集要帶大家更深入的來看看 每一站有什麼樣的亮點 跟有什麼樣的計畫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是我們解除20年來 基隆格的開發的管制 今天我特別到基隆來宣布定案的好消息 經費從80億提高到425億 但是中央負擔7乘7 我去說服了交通部 然後跟交通部去提到 如果基隆捷運可以整合民生系指線的東段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的一個效益 跟它的一個醞釀 跟它的一個功能 再把它進一步提升 由中央來主辦海港捷運 作為首都圈國際重要的一條連結的通道 重不重要 當然就重要了 透過基隆捷運的一個建設 其實整個大台北都會東側的產業 將會進一步往基隆來做移動 這個時候我們基隆得到的是什麼 就不是一條捷運而已 也不只是交通而已 更重要的其實是產業跟就業 最後就是基隆的稅收 所謂的TOD發展的一個策略 我跟蔡委員一提 他馬上就知道我在講什麼 所以在立法院或者是在行政院的會議上面 委員就能夠幫基隆多講一些話 不論是求職者或者投資者 都對這個新的產業有信心 這樣的都市變更案才會成功 那就是我們俗稱的TOD 交通目標導向計劃 那我覺得這是這個基隆捷運的案子 最了不起的地方 室內運動的這個場所 社區的活動的中心 甚至包括拖嬰的場所 有年輕人青創的空間 旁邊還可以規劃 社區生活的商業服務空間 然後社會住宅 基隆捷運可以進一步 解決內湖的塞車的問題 內科南港系子跟基隆這一代的土地 是原來的倉儲區 有機會透過基隆捷運 變更成所謂的工商科技郎貸 產業區的過程當中 會讓科技園區的業者 公司好好透過這個產業郎貸 把它重新移到這個地區 那這個也是我跟市長談到的 東台北共同生活圈 基隆捷運就不只是基隆捷運而已 串通到內科 還可以接上這個北環 還可以接上這個文湖縣 所以它變成一舉數的 讓我們基隆人 台北人 汐止能夢想 基隆捷運 以及汐止東捷運的整個 整個整合街路線 能夠順利完成 不是靠著嘴巴去爭取經費的 是靠著拿著一本一本的規劃跟計畫書 去跟中央很清楚講說 我們要整體這樣子來做 整體規劃然後重點突破 然後依照其成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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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排定然後去完成它 我是氣象達人彭啟民 我的神水好習慣是 會把洗澡前的冷水沖洗水 通通蒐集起來 可以用來沖馬桶還有拖地 一水多用結尾用水從你我做起 我是中央氣象局吳婉華 我的神水好習慣是把洗漱果的水 和廚師機裡收集起來的水 累積起來 用來澆花 擦拭家具還可以拖地喔 一水多用 結水可以很輕鬆 是我們解除二十年來 基隆格的開發的管制 今天我特別到基隆來宣布定案的好消息 經費從八十億提高到四百二十五億 但是中央負擔七成七 我去說服了交通部 然後跟交通部去提到 如果基隆捷運可以整合 民生系之前的東段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的一個效益 跟它的一個醞釀 跟它的一個功能 再把它進一步提升 由中央來主辦海港捷運 作為首都圈 國際重要的一條連結的通道 重不重要 當然就重要了 透過基隆捷運的一個建設 其實整個大台北都會 東側的產業朗旦 將會進一步往基隆來做移動 這個時候我們基隆得到的是什麼 就不是一條捷運而已 也不只是交通而已 更重要的其實是產業跟就業 最後就是基隆的稅收 所謂的TOD發展的一個策略 我跟蔡委員一提 他馬上就知道我在講什麼 所以在立法院 或者是在行政院的會議上面 委員就能夠幫基隆多講一些話 不論是求職者或者投資者 都對這個新的產業有信心 這樣的都市變更案才會成功 那就是我們俗稱的TOD 交通目標早上機會 那我覺得這是這個基隆捷運案子 最了不起的地方 室內運動的這個場所 社區的活動的中心 甚至包括拖鷹的場所 年輕人輕創的空間 旁邊還可以規劃 社區生活的商業服務空間 然後社會住宅 基隆捷運可以進一步解決內湖的塞車的問題 內科南港系子跟基隆這一帶的土地 是原來的倉儲區有機會透過基隆捷運 變更成所謂的工商科技郎貸產業區的過程當中 會讓科技園區的業者公司 透過這個產業郎貸把它重新移到這個地區 那這個也是我跟市長談到的 東台北共同生活圈 基隆捷運就不只是基隆捷運而已 串通到內科 還可以接上這個北環 還可以接上這個文湖線 所以它變成一舉數得 讓我們基隆人 台北人 西子能夢想 基隆捷運 以及西東捷運的整個整合家業路線 能夠順利完成 不是靠著嘴巴去爭取經費的 是靠著拿著一本一本的規劃跟計畫書 去跟中央很清楚講說 我們要整體這樣子來做 整體規劃然後重點突破 然後依照其成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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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排定然後去完成它 來看看